记者蔡宗献屏东报道,澎湖鬼扶红遭物捕事件引发各界关注,而台湾列入宝鱼类的海龟,虽然在小琉球成为观光大使,但全台搁浅或遭物捞的数量,已经连续三年创下新高,今年也已经超过50件,海生管水生生物收容中心也期盼政府投入设计类似国外渔网逃脱装置, 为日与稀少的海龟保留一线生机,这几天,海生管水生生物收容中心再次进行例行的伤后复原海龟也放,主持中心的兽医李宗贤谈其贵福红引起的宝鱼风波,急声呼吁各界也应关注宝鱼类的海龟,尤其是渔网设计及垃圾问题。 李宗贤说,根据近三年资料统计,搁浅或受伤的海龟通报数字,从2015年126支,2016年193支到2017年达到210支, 今年也已经超过53支,呈现年年盘生迹象,除了渔民,民众教主动通报,也显示人类活动对他们的威胁始终不断,谈到最常造成海龟伤亡的卡网状况。 李宗贤说,废弃渔网有赖前客,渔民及机关合作主动通报,清除,渔船上的网聚则期盼政府单位协助渔民,开发类似国外的渔网逃脱装置,让海龟不慎开往时,还有机会逃回大海,不受伤害。